我覺得王少偉是真心愛水然包吹的 我覺得他愛但不敢講 誰 我跟妳講 少偉哥是一個很硬的人 因為我們有一起去過倫敦 然後你不要看他是一個說 好像以前是偶像有包袱什麼的 他私底下的東西 他的內褲是鬆的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內褲鬆的 反正就是說我們是住同一間房間 他的東西什麼充電器是壞的 所是壞的這些全部都是他會直接在我們面前 就是我跟Eason面前就講說 這些東西什麼時候 這個什麼東西爛啊不好用啊什麼 他其實在我面前是沒有包袱的 可是我覺得這種越是看起來放鬆的人 當他面對喜歡的人的時候 有可能他就會選擇隱藏自己 我跟他從來沒有聊過這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看到 因為我們當天 圈圓請上次的雪蘭芳有來錄影 可是我那天不在 晚上的時候我跟雪蘭芳碰到 就是在那天錄影 我說你們今天錄影怎麼樣 他就說 我覺得王少偉很不像他自己 他就講了一句這樣子的話 我想說 很不像他自己 我覺得有很多層面 所以我是奉勸少偉哥 如果說你真的有感覺 你就衝了吧 不要再擔心這些事情了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就是 放盪他們自然的發展 就真的是自然發展 如果說不管有沒有在一起 就是至少是可以繼續當好朋友的狀態 因為我覺得看他們 有時候他們在網路上面留言啊 這些東西 聽起來是蠻可愛的一個互動 就不管今天有沒有在一起都可以 但如果王少偉 少偉哥如果你真的是有感覺的話 請你把握機會不要hold我 對我個人 我個人 他在演戲的時候 因為那個 小潔有跟選安芳有親到嘛 少偉真的怒了 他就馬上去狂丟那個 蛤 那就是沒有壓住 沒有 沒有壓住的情形 沒有我覺得 有一部分他的節目效果啦 拜託我們那個節目上面 大家誰跟誰 肢體接觸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他也知道說 節目後觀眾希望看到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就做這些動作 但其實我覺得選安芳自己本身也很清楚 這些東西 節目效果啊什麼的 就還是在他們身上自己相處 私底下相處的事情 那你覺得男的愛女的多 還是你的愛男的虧 蛤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他們私下相處 但是 我連那次錄影我都剛好錯過了 我只看到留言而已 那你覺得 覺得喔 嗯 我覺得在感情裡面通常 現在的狀況 我都普遍來講啦 如果在一個曖昧關係當中 通常是男生愛女生比較多一點點 嗯 我說通常是 通常是 那 你可以說王少偉的內褲是鬆的 你會呼籲一下 許蘭芳幫他買新內褲嗎 不是 叫他自己買啦 叫許蘭芳博士去買 就少偉哥可以照顧自己啊 他就自己去買這個內褲就可以了 而且那是19年 許蘭芳不用幫他買嗎 不用啊 就是 少偉哥說 少偉哥的短短短 竟然他可以照顧自己了 他如果連他的內褲鬆都不能買 就不要想說他要去跟許蘭芳有什麼更進一步的發展啊 他好像 我媽媽都會去 少偉這邊 修那個東西幫忙 這個洗衣服 整理家庭的 嗯 孝順啊 就是他一定也有這個 我是說他媽媽孝順 就是 他媽媽 我不知道他的狀況是怎麼樣啦 那我覺得每一家本來就有自己家裡的相處模式啊 那如果說少偉哥是這樣子的小媽寶的狀況之下 還有女生願意跟他在一起 那我覺得也是幸福的事情 方子教我一樣 你不要遞到牆嗎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聯絡 真的現在我們都不敢打擾他 我覺得他如果真的需要我們 任何幫助 或是需要什麼的話 他自然會傳訊息給我們 但是現在就是先 各自安好 不打擾是我們的溫柔 其實群組啊 什麼東西 一切照常就是放在那個地方 但是也不會有人發言 他本人也沒有傳訊息給我們 這些東西都是 我覺得他沒有傳我們真的也不敢 也不好意思的去問什麼狀況 因為很怕說 你多問一個問題 會不會是對他來講是 就是一個壓力啊什麼的 那看到前陣子新聞的時候 好像有出來出題 我覺得OK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新聞 看到這個狀況知道說 他現在的情形 一切正常 那OK好 我覺得我們就不用多做什麼關係 我們改變不了什麼東西 那有安慰一下LULU嗎 因為這次金曲他被 有一些金曲這樣 LULU不用安慰他現在玩得很開心 我看他就馬上出國了 我覺得其實 做金曲金鐘這些大型典禮 很容易會變成是目光的焦點 那你要顧的東西很多 你可能中間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東西什麼的 當然我聽到他 說網路上有人罵他什麼蘑菇濃湯的事情 我想說喔對也有這個角度 就是其實有些時候是 你沒有想到這個點 你真的沒有惡意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們所謂得罪人啊 去開到別人玩笑 讓人家別人不舒服 其實我們當下可能 都沒有想到這麼多 但我們就是 很努力想要把當下那件事情做好 你說真的 他們是刻意的想要去假誰嗎 去揶揄誰嗎 我不認為啊 他認真的 排了那個舞又唱歌什麼的 要是我就已經下歪了 這種場合 你說大家還要去顧及到 每一件事情 我覺得有困難 那會被罵那就是過程 我覺得過一兩個禮拜 大家就忘記這件事情了 那你覺得他整個流程這樣有錯嗎 有沒有哪個部分有錯啊 我覺得 我覺得不應該是他去承受這些東西 如果這個團隊他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有這樣子的爭議的話 其實也許大家可以一起去面對 了解說到底流程哪裡出的狀況 但我覺得有些時候 他這個好意 他可能被放大了某些細節 因為他其實很認真在設計這個表演 也是 大家如果只是放在說 這個歌曲對某些人來講 是不是傷害的話 好像有點可惜的是 那些團隊很努力的想要去設計 想要去對這些音樂人的資金 又白費了 我覺得 有些時候要去考量的是 他做這件事情 但他是不是 也是希望說大家是開心的 大家是看得是好的 開場 這個畫面一展開來 我那時候一打開金曲的直播 我人在桃子姐的演唱會現場 一打開看直播說 哇這個舞台太漂亮了 唱歌什麼的 那我就 我想想說 欸我怎麼在這邊幫桃子姐做表演 那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舞台真的好棒 好想要演出 所以我當天在桃子姐那邊的時候 我就演得特別用力 我唱歌啊跳啊什麼東西 我就跟桃子姐講說 桃子姐沒關係 我們今天的新聞要比金曲講多 然後他就開場的時候就講說 好我們今天就鬧 他就坐輪椅出去啊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很希望是在 各個細節各個環節能夠 滿足大家那種 搏大家眼球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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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